本村的山地软枣子熟了 今天来摘点回去做罐头 我家还没做过软枣子罐头了 这回试试 这就和做桃的罐头都一样 一样啊 好处 你会了 这厚啊 今天比去年厚 这个就是软枣子 一个个小绿果 熟了之后也是绿的 好多人都管这个叫猕猴桃 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它的外形味道都不一样 而且还没毛 光滑的 先剪着软的 麻烦吃一点 控制你自己啊 虽然这个果接的是挺多 但是能用的不多 得挑软糊的摘 软糊的不管大小都摘得行 好 妈你说这个为啥叫软枣子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以前咱们都叫圆枣 现在就叫圆枣子 刚不放软回去吃 以前叫圆枣子 现在叫软枣子 这个名还整不明白了 咱今天把这一框摘满 差不多就够了 摘这么一框就差不多了 怎么能够多少罐的瓶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不少 不少啊 吃上了 没摘多少先吃 再解解尝了 还有一点软的好吃 圆枣子 就是得软软的吃嘛 抹软的 无人的抗大 看见中赏倒 几臣从前老 飞至重旋转 你不觉着 这个行吗 软的 嗯 这个就属于手托的 我还没等拿呢就让你吃了 你吃吧 手的透透的 下山回家做罐头 四溜倒了 慢点 一框就够了 还准备了两个泡沫箱 这个呢 还有那箱月饼 回来的路上看到了野生软枣子 摘一点回去 太小了 你看这一对比 小好几倍 小奶的屋子 这放软了也甜 也好吃 这个软了 软透了 真甜 软枣子又放了一宿 软和了很多 罐头瓶子已经在锅里煮上了 高温杀菌 煮一煮 煮成的罐头不也会 不也会 这半盆打算做罐头 然后这个小的也做两瓶 这些是留着吃的 冰糖也准备好了 再少放一点白糖 白糖是起手 年糊 好一样 开始装瓶 先把冰糖和白糖放瓶里 最后再放软枣 咱们这个吃少高点的 冰糖 白太甜了 带点蒜 蒜甜 那更好吃 那么这个早上也过 回去过8月15分 你不过带两瓶 行 正好他们还没吃过这种罐头了 带点尝尝 然后搞一个吃糖 行 目测这些软枣子能剩 这一瓶也就能装个八九个 平白少了 这个大一点是个能装 那还有这么多野的呢 现在装几个 装装看吧 我这失算了 还剩了一个罐头瓶 又洗了几个 反正小的都装完了 四瓶 这下差不多了 准备上锅蒸 这个水得慢过锅帘 在水里蒸 慢过锅帘 要一罐的瓶 不愿意爆 半裂 最后再倒上凉开水 小不点 最后一步 盖上瓶盖 先不能拧紧 这个瓶盖拧紧了 不透气 它越撒 嗯 就得等蒸好了之后再拧紧 嗯 这个得蒸多长时间 这个蒸10分钟 炒的得蒸15分钟 嗯 就蒸10 12分钟 嗯 盖上锅盖 继续烧火 加火 到时间了 看看咋样 哎 还行没倒 刚才一直担心倒了 我也要把倒了 妈戴上手套拿 嗯 嗯 得从中间拿吧 是吧 拿边儿是不是容易倒 慢点 别烫了手 拿出来之后给它拧紧 拧紧倒扣过来 这底下的糖还没化了 嗯 我爸也过来给拧盖了 不能露气 大点筋拧 露气的好 嗯 小鱼看到这一瓶瓶了 又好美 瓶盖都拧紧扣过来了 这样扣着是为了抬气 再等一个多星期就能吃了 怎么再拔一拔 嗯 这些 能 咱家又能吃挺长时间 你爸一天就做 我一天就能吃一拔 我爸爱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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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